从来没有过吗 吃大葱丹酱一天 也不可导演讲 就是说 我不认为这部戏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人人物吧 我是这样 然后导演说你去死去 不 我觉得死法也要分很多种 没有这种情况 有讨论有争论 但是没有马路顿 对对那是有 在剧中 我觉得演员最神奇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想演年轻人就演年轻人 我想演老人就演老人 就是你是怎么去处理 你自己的这种体态 你的这种状态 然后瞬间让我们觉得 这就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梁三朵的呢 有什么技巧吗 没有什么技巧 就是我从山里娘们 山里汉的时候 我是从二十岁演到七十多岁 那是一个挑战 演年轻人是我的一个心病 我不愿意演年轻人 尤其再给我找一个 吴七江那么小 那么帅的小丈夫 我心里压力特别特别的大 天天被矿龄惦记着 但是演年老的 对于我这个年龄来讲 四十几岁了 我觉得还有那么一点自信 就是演年轻人特别不自信 那怎么办 克服掉自己这种心理 就是你要不断地去寻找自己 曾经年轻的时候的样子 或者是你 因为我愿意看电影 然后也愿意看电视剧 你比方说刘晓庆老师 之前演过年轻人 他是怎么演 我就发现他演武则天的时候 最年轻的感觉就是眼神 然后你会觉得武则天在年轻的时候 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 感觉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他的嘴巴 就是肉嘟嘟的 肉嘟嘟的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看过原来有一部电影 我忘了叫什么名字 也是从年轻演到年老 那个人在演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是忘我 所以我觉得原来咱们演过舞台剧 会有很多造型 比方说小孩子 坐姿啊 很挺拔 眼睛很亮 然后反映什么事情都很机敏 眼神也很快 这是戏曲的一种表现 感谢观看